牆有毀損變形的鷹架 在辦公中搖搖晃晃看起來相當危險 而事實上稍早前 更有拆除到一半的水泥牆面 整片的坡落 從這個三樓直接掉落到地面相當的嚇人 而從這個民眾 以及附近住戶提供的牽制畫面 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這起意外在今天 大概接近中午的11點40分 就在高雄八德二路的 這一個今日戲院的現場 而當時呢 其實工人正在進行作業 而一旁呢 也還有人員在進行介護 沒想到呢 施工中拆除到一半的工地呢 仍然出現了大片的土石 掉落地面的情況 而當時呢 不但壓毀了一旁的一部電動機車 而且呢 許多的小塊的土石呢 還噴到了旁邊的民宅住家 嚇壞了住戶 而根據瞭解呢 其實這已經是現場呢 發生的第三次的意外 位於這個高雄的這個今日戲院呢 其實已經有五十幾年的歷史 不過呢 在今年的一月份呢 就已經發生第一次大規模的 這個崩落的土石掉落 當時呢 不但砸中了好幾輛的汽車 而且呢 也這個波及到了民宅 而第二次則是在今年的六月份 雖然呢 掉落的這個面積比較小 但是也有好幾部的這個機車遭到波及 而今天呢 再度的發生意外 雖然規模呢 是越來越小 不過呢 整個一個崩落的情況 一再的發生 因此剛好市公務局呢 也由這個局長 帶著這個局處的首長 來到現場勘察 而事實上在六月份的時候 就曾經勒令停工 而且呢 也對這個現場的施工單位 進行開罰 而這次為什麼還會再次的發生 這個崩落的意外呢 目前呢 也由這個市府單位要來進一步釐清 主播